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戏团的团长胡子书看观众的情绪也到位了 于是摘掉手上的白手套 拿出了一个装着鱼的水桶 取出一条鱼在人鱼的面前晃悠 玩起了想吃鱼偏不给你的游戏 人鱼委屈起来 胡子书见好就收 于是把鱼扔进了鱼缸 人鱼立马抓起来吃掉 这个场景虽然导演没给镜头 但是看观众惊悚的表情 也可以猜想到这场面有多血腥暴力 不一会儿鱼吃完了 随着观众们嘻嘻啦啦的掌声 节目也结束了 观众也随之离开 而女观众们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人鱼 胡子书看人走得差不多了 准备离开 但这时人鱼拉住了她的一脚 她的眼里满是祈求 希望她能留下来 可胡子书厌恶的甩开她的手 决然地离去 她迫不及待地算着今天的收益 她看了看人鱼的方向 低下头陷入沉思 突然她听到一阵悦耳的歌声 她好奇地走了出来 直接惊呆了 眼前一个腹白貌美的美女 正对她抛着眉眼 她不自觉地走向浴缸 坐了下来 实际上浴缸里还是那条丑陋的人鱼 原来人鱼对胡子书使用了幻术 接着人鱼霸气地搂住了胡子书 正当小编以为他们准备做些什么事 没想到人鱼一口把胡子书的舌头给摇了下来 满嘴是血的胡子书疼得说不出话来 最后人鱼直接用手戳进了胡子书的胸膛 一声惨叫后 把她的心给挖了出来 胡子书也倒在了血泊中 看着手中的心脏 人鱼流下了眼泪 看到这里 小编猜想了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 生意惨淡的胡子书在海边遇到了人鱼 人鱼对她一见倾心 于是变为人形 跟着胡子书回了家 胡子书利用人鱼对她的爱 让她替自己赚钱 久而久之 人鱼挥了心 最后因爱生恨 把她的心脏给挖了出来 终于得到了她的心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人鱼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